假使徒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连撒旦也假装光明的天使 这个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 及时关注今日报最新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提醒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 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真洁的童女 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纯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它也就罢了 但我想 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 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赐句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谨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雅该雅一带地方 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 是因我不爱你们吗 这有神之道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 若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我再说 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 纵然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 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 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 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 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 假如有人抢你们做奴仆 或侵吞你们 或掳掠你们 或捂漫你们 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 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然而 人在河世上勇敢 我也勇敢 他们是西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欲着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 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那永远可称颂之 主耶稣的父神 知道我不说谎 在大马色雅里达王 手下的提督 把守大马色城 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筐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听众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研读到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昨天保罗特别讲了说 在我的度量上面 我需要你们能去扩张 然后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 那第十一章呢 保罗就很着急 其实又有点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就听信很多 假的始祖的教导 甚至不正确的教导 所以对哥林多的教会 他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怒 很着急 就说 我把福音传给你们 就好像把你们 许配给一个丈夫 献给基督 那今天好像 有点外遇的 有点出轨的样子 因为有些人 开始传言一些 另外一个耶稣 另外一个灵 各位你也听到 以前东方闪电 或者一些邪教说 基督现在已经换位了 换成一个女的当基督了 也是一堆信徒啊 可能也能够一病干鬼啊 所以因此你一定要明辨 你所信的是什么 那既然有这些人 已经在你们哥林多教会 讲这个讲那个 那你们也听了 也接纳了 所以在第四节 他讲一句话说 你们容让他也罢了 既然你们能够 接纳这些异端的话 那我讲的东西 你们为什么排斥呢 你们既然很聪明 你们什么学问都可以接纳 那我教导了 为什么你们排斥呢 为什么那么狭隘呢 所以保禄说 我想我不会比 任何这使徒还小 我的经历绝对不在那些之下 所以保禄开始强调他的使徒独特性 那接下来保禄又说 我来你们这传福音啊 你们都不供应我们 我来这边都是要靠 马其顿的教会支持这些奉献 支持 所以我到你们这边呢 都没有任何类造你们 类造你们就是说 我不接受 你们也不提供 我也不接受你们的供应 免得你们什么 有话语 你看这个保禄 来这边就是为了想向我们 拿我们的奉献 因为保禄长得是比较其貌不扬 有点秃头 对不对 他不像那巴拿巴 哇 他好像人五人六的 很有样子 很威严的样子 他是长得比较其貌不扬 所以人就是一貌取人嘛 可是保禄的话语 又那样的有恩高 又那一病赶鬼 所以在哥林多教会时 有点 有点混淆的 因为人都是看外表 很可惜 所以呢 保禄特别讲说 我是这样爱你们 所以呢 我又不累着你们 把福音传给你们 所以对于福音的纯正呢 我更是坚持这一点 所以因此我要断绝那些 寻机会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跨的世界上 也不过于我们一样 什么叫寻机会人的机会呢 就是很多假使徒 到各个教会去骗吃骗喝 教导一些虚虚无的真理 收取他们的奉献等等在内 其实我们在教会界 也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人 所以保禄就讲了一句话说 这些人呢 假使徒呢 形式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呢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连什么 连撒旦 也假装什么光明的天使 这个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保禄特别讲说 你们不可以把我 看作是愚昧的 就算好了 就算我是愚昧人的话 那你们也要让我可以自己夸口一下 你们就把我当作愚昧好了 我就夸口一下 我夸口告诉你们 那我要夸什么呢 你说这些假使徒 他们是希伯来人 我也是啊 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啊 对不对 他们是基督仆人吗 那我也是啊 但是我要夸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多受鞭打 所以保禄说 我夸什么 夸的是我经历过这么多的患难 我夸我的软弱 所以各位看到他被打五次啊 四十减一下 棍打三下 什么船也坏了啦 然后是假兄弟啊 没有吃没有喝等等在内 所以保禄说 我夸什么呢 我就夸什么 夸我的软弱 这一切患难事情都在我的身上 可是我仍然能够靠着基督得胜 保禄要夸的是这一点 所以感谢主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在这个哥伦德后书十一章的 二十九到三十节 他说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 当你在传扬福音的时候 或做见证的时候 你都讲的是你的软弱的事情 靠着基督得胜 基督能力复辟你 你就能得到福音的果子 如果你夸得到自己的成就 以前我怎样 我怎么样 你一直在讲过去的事情 很抱歉 福音是传不出去的 因为在你身上没有看到基督的作为 基督的作为就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完全 所以今天我们有思想两件的事情 第一个如果碰到一个假的信息跟真理 我们是否有勇气去阻挡 断绝这些假使徒的机会 其实假使徒 假先知 还在各地教会都在行走 保罗就定义要断绝那些寻找机会人的机会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分辨出来断绝这些人 不混入到你的小组 不如混入到区长 跟在区里面 很多时候他们会混进来 没有多久就走了 在这边得到钱财 得到的女色都走了这样子 所以这些人游来游去的 你要懂得去分辨 第二个呢 保罗经历多少的患难 但他只夸自己的软弱 弟姐妹 这样的境界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 愿今天我们碰到的人都可以 夸我们在自己的软弱 然后再要赞美基督的能力 复批我们 让我们得以成圣 愿上帝赐福各位 Amen